去操作他的視障很簡單 你只要有一些從直情圖示中 烈額圖示 那既然我們要做一個散播地形來講 基本上我們修說他的尺度 不用名字都要過我輕一點而已 所以我可能臨時調整單位 當你臨時調整單位的話 一樣回到我們清單號 模型資訊或視障底下模型資訊 都可以 取得在這邊 你把你的單位去做一些調整 這個調整就是什麼 臨時調整 你現在是開信檔 還是按照你原來設定的範圍 單位去做一個紀錄的部分 所以你臨時要改內 單位只要在這邊去做 練你的腳 例如說改的公式 好 以後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畫出來的線段 他就致命 OK 好 那一開始我想要畫一個散播地形的畫面 我想要畫的位置在紅色跟綠色走路的第一項線 所以我把我的畫屬於到左下角這個地方來 你用滾而往後退 滾而往後退的優異是什麼 這個地方會放大 所以當你在畫一些端點的時候 他的點的間距就會變小 否則的話你每次要往右邊拉 你要拉很久 所以接著我開始利用所謂的 山坡地形這個第二個圖字叫做 中網格 它的原理就像我們在畫看地圖的方式一樣 地圖實際上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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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塊的部分 比較方便你找到這些內容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所謂的網格的方式 你選擇它以後呢 右下角會告訴你看你的間距的部分 間距它預設只是三米 那當然你可以調整 例如說改大一點的話 按鍵盤上面 接著按下按鍵 它就變成五米的一個單位 所以呢我從左下角這個遠點開始拉 按下往低一點 接著你可以看到 往右邊 拉會有一段點一個點一個點 一個點高速度 150 不是高速度50 所以呢 難怪各位你在做練習的時候呢 最好不要拉太大 不要超過200 所以如果說你要 這裡一模組裝200 右下角會出現它的尺度 對不對 或者你可以直接用鍵盤 告訴它我要尺度 例如說我要150 按下按鍵盤 它自己就幫你找到這個位置 同樣的你在網上弄拉 它會出現一格一格的方格 這方格的尺寸 也是一格就是五米的尺分 所以呢 一樣的 你可以開個150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幫我做出這個 你回到山下按鍵盤 它做出一個網額類的地方 你可以用選舉指定去選它 你看 結果它是一個藍色的框框 不是像葡萄蘭提選 它是一個密 對不對 會的炸地 它是藍色框框 基本上 是需要有三種情形會的 注意的藍色框框 在說明的是 第一個 它是一個驅逐 第二個 它是一個圓界 第三個就是 我剛剛底下 會入境的時候呢 它會被這個影像 包起來 你的藍色框框 所以 事實上會說 藍色框框只有這三種情形 那我們要 頁點它是什麼 你可以選它 我可以從前 大家剛剛創作 你們看到它是什麼東西 它叫做 建立群組 所以我們就告訴它 是個群組 當我們要 編集群組怎麼做 記得不要忘記 點它兩下 對不對 就可以進去裡面 去做一些調整的部分 什麼調整呢 你可以利用我們的 第三個圖式 第三個圖式叫 曲面拉伸 你點選曲面拉伸 點選它 右下角會出現一個 告訴它的半徑的尺寸 每個曲面拉伸 它類似用一個圓的方式 去做改變這個 這個面的一個資料的部分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的話 你可以去給它一個 我要的半徑 半徑 實的話呢 就是直徑而死 所以就這麼小的圓圈圈 因為我希望說 改變成大一點 我給它一個510 鍵盤直接輸入 閃一下鍵盤 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圓 就變大了 接著你可以按下滑鼠 左鍵 按下去以後呢 你可以往上提 同樣的 你可以按下滑鼠 鍵盤往下壓 這裡 擠壓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可以做出一些 曲面的一個造型的部分 OK 那在這過程 我覺得這樣子 太規則了 所以呢 我又再調整它直徑 說35 我再次讓它打聽你的樣子 OK 所以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做 針對我們的地形地貌 你可以自己 建立一下那個 形狀 中間 一樣的一個模型 那 這個功能 你不太 不想是只有所謂的 散步地形可以用 這個功能 只要做一些曲面的資料 的話呢 你都可以有這種 很簡單的方法 自己去拉伸 整理要的一些 形狀部分 好 這個做完以後呢 我們要跟各位介紹到 這些網格 每格的間鋁都要5公尺 對不對 所以它的影響變化 這5公尺上去做直線的一個點 一個高度的調整 所以做成這個曲面 可是如果說我想要 細緻度高一點 什麼叫細緻度高一點呢 這個叫5公尺 對不對 如果說我要細緻度高一點的話 我可能我在我的基地上講 要把它比較平緩一些 我想這個地方 這麼凹住5公尺的變化 所以我可以選擇 我的基地的位置 例如說 我從這裡要選他 OK 這幾塊是我的基地的內 接近的一個資料 不見 不太可能是百分之百 因為什麼 主要力高 分割的地位高 這麼高 快一快的方式 好 了解這個以後呢 接著我們來針對這個方格 我去做一些變化 怎麼變化呢 利用倒數第二圖 這個新增細節 你跌一個新增細節 它會由原來的一個 5公尺一個 變成8個小三角形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 有底 你待會再重新做一次 所謂的 從曲面拉升的話 你可以看到我選擇 上海底的這個 就是曲面拉升 我這裡去拉 你可以看到 他們的變化很明顯的 可以看得清楚 這不過是一個這麼大的 我這裡 這裡5公尺的話 是好幾十個 好五六 五六七的這些點 讓你去做移動 移動它不是平均分配嗎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直線的話 它可能太銳利的部分 你再這麼多點 那去做一些 高度調整 它就會比較什麼 使用比較順暢的方式再次 ok 這樣子了解以後呢 當然我們還要很重要的 我們 我們在做一些 模型的狀況下的時候呢 我們不會現在都使用 有這麼平順的部分 例如說 Facebook中間有幾個位置 它剛好是反向操作的話呢 你可以利用我們最後一個指令 這個要反轉變 等於說原來是這個坡路 我很想把坡路去發展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針對這個模型 Kita 它有點高度的變化 那我們怎麼去產生我們的 螺型的面呢 只要選擇它們 你用選擇直接選擇它們 看一下 我們的螺化的指令 螺化平滑 選擇它們呢 我們在我們的螺化平滑的指令 這裡呢 你可以用法線角度 螺化平滑的方式 你選擇它們 它就會把這些其他的 沒有螺化的位置 把你做一些 區隔的部分 所以你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看到 它就跟我們有學面的一個狀況 ok 好 像這樣 當這樣子沒有問題 你再點進去 我再選擇我們 顏色上面來講話呢 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選擇 適當顏色 當你要貼材料 當然也可以 基本上 我應該做測試 我比較喜歡 貼那麼多的材料 在這個地方 例如說 選擇顏色 這個 OK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散播地形 就可以利用這種 一些方式 把它藉口完成 好 另外給我擺個氣溫 各位 可以練習一下自己做一個散播地形